惹上5500万元官司的赵薇五年内 不能当上市公司董坚高 图 看中国记者苗薇综合报道 有女巴菲特之称 活跃在资本市场的大陆女演员赵薇又谈上事了 近今年9月赵薇夫妇遭440位名投资者 索赔5585万后 近日收到上交所发来的纪律处分决定书 只认定黄有龙、赵薇等人五年内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坚高 搜狐财经报道11月20日晚间 祥元文化公告称 上交所对祥元文化、龙薇文化及有关责任人 予以纪律处分公开认定黄有龙、赵薇等人 五年内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告指 龙薇传媒作为上市公司的收购人 在自身资金准备不足 资金来源存在极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贸然筹划收购二家文化 及祥元文化 而且并未充分提示终止风险 在股权转让过程中相关资料 披露还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重大遗漏及披露不及时的问题严重 损害了投资者知情权通报称 赵薇的丈夫黄有龙 作为龙薇传媒的代表组织 策划 指派了相关人员进行控股权转让 并实际与万家集团实际控制人孔德勇进行谈判 决客收购祥元文化控股权 今年9月祥元文化发布公告称 6月份以来公司陆续收到法院应诉通知书 涉及96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 纠纷案件上述96起诉讼 纠纷中诉讼金额共计人民币1132万元 据了解涉及已有440位投资者 喜诉公司 总计索赔5584.77万元 其中部分案件的被告还包括赵薇 龙薇传媒 孔德勇等人 今年7月30日 赵薇 退出了龙薇传媒 不再担任法人和高管 不过仍是持股95%的大股东赵薇 是因为蛇吞向收购案遭到市场进入处罚的2016年底 万家文化公告 龙薇传媒拟以30.6亿元收购万家文化 29.14%的股份 除了6000万元的自有资金 剩余资金均为介入杠杆比例 高达51倍从收购计划 公布到交易最终告吹 祥元文化的股价从最高时的25元 跌至11.35元 2017年1月27日 明天系掌门肖建华 被强制从香港带回大陆 同时陆媒踢爆赵薇 赵薇靠高杠杆游戏实现空手套白狼 收购祥元文化 有15亿资金世界之余西藏的银币信 另外15亿 是跟银行借款大陆官媒曾刊文 西藏的银币信是明天系肖建华 旗下的公司因此有舆论分析认为 万家文化股权收购案 的真正主导者很可能是肖建华赵薇 只不过是充当了一回白手套 同时在其中分了一杯羹而已 而这个收购案 有可能正式引爆肖建华危机的导火线 而肖建华被控制后 证监会主席刘世瑜 发出要抓一批资 本大鳄的宣言业界普遍认为 是习近平展开金融反腐的开始 是什么呀 这就是习近平淡的宣言 是习近平淡的宣言 专门的宣言 就是习近平淡的宣言